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人生在世 无时无刻不在走漏惊气 人的掩耳鼻舌深意 乃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耗散惊气 普通人会在晴天欲海中执迷不悟 贪恋不休 这种走漏的惊气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非常大 人们总以为步行方式 尽管紧闭 就是身体不漏 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一生保持同身的人 虽能健康长寿 但也同样是日渐老迈 最终难免腐朽 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 都在无意识地耗散惊气 这些惊气跟其他人事物泄露的惊气相互作用 表面上 人是自由的 其实在这种无形的吸引力作用下 人们无意识地按照种种惊气的运行规律生产生活 组合人生境遇 最终惊气浩劫 如同懒科一梦般消散无形 人是很无奈的 很多人要修行 但无法逃离倾天欲海的羁绊 修行者多如牛毛 成就者风貌临教 人们总以为修行的人要多么多么的强大 多么多么的聪明 多么多么的特殊特别 好像只有这些特异人士 才能舍人所不能舍 成人所不能成 其实并不是这样 众生的本来面目都是佛 这本来是最轻松的一件事情 而由于方式和理解的错误 人们往往自我折磨 处处绕弯 所以才会显得如此辉煌 人们很崇拜这种辉煌 所以佛祖为众人所知 耶稣为众人所知 但事实上 成佛得道者如横河沙般不可计数 只有富有特殊使命的人会展示不平凡的成道途径 人们之所以受到红尘的不断牵引羁绊 是自身所限 无可奈何的事情 仅仅从表面上禁止 戒律是不够的 如果这样也行 把一个无期徒刑的犯人 关一辈子禁闭 看他能否成佛得道 这显然很可笑 但人们总喜欢把这些直接的东西挂在口上 因为不吃素 不犯戒 无防事 常打坐 当作权威的资本 这不能不说是扭曲的欲望 人有欲望是很正常的 只有经过正常的疏导 经过合理的戒律 恰如其分的修行 才能逐步把耗散出来的精气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甚至做到精止漏 修成一定的道果 如果一味压抑这种耗散的能量 而又不能从根本上制止不断耗散的能量 那么这些能量就会用激情的方式表现出来 例如出现种种神通 那么人们该怎么做才能让这种无奈转化为自由 把晴天欲海当作先停信步 即佛说的烦恼即菩提 通过观照觉知 观察自己的身体和行为 并且不断深入 一段时间后就会在身体内形成一种引力 如同星球的形成一般 我们通过对宇宙星球的生成模式来研究人体的生成模式 目前星球形成的星云说比较广泛 星球起初是一片庞大的气态星云 在引力的作用下 星云核心开始建立热核反应 从中心开始聚合 吸引力越来越大 逐渐形成星球 人体也是一样 通过意识的观照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会在某个点上量变到质变 在身体内部建立最初的核反应堆 在道家称为解丹 佛家称为明心见性 密宗称为明点 一旦这个核反应堆建立 那么在身体内的引力会空前增加 跟建立前不可同日而喻 只有这种时候 身体内的精气才会如同星云聚合形成星球般 被吸引住 这时候的修炼者才会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自然的戒律 德行 他不会再以普通人的娱乐为快乐 不会被红尘的物欲情欲所牵引 所有的精气已被自己内在的核心牢牢吸引住 但是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吸引大人小孩的手机 iPad 电脑等电子产品 不过 科技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让人们渐渐沉迷在了这些电子产品之中 无法自拔 殊不知 在我们沉迷的过程中 我们的精气也正在被这些电子产品慢慢抽走 这不是危言耸听 关于这个问题 宣话上人就曾有过开示说 在现今科技与物质文明都这么发达的时代里 我们该好好想一想并问问自己 这是个是与人居的好时候吗 科技使人生活得到改善 人当然认为它是好的 可我们也得明白俗语所谓乐极生非的道理 即科学进步 虽是好事 不过好事反而也会招来祸事 我们眼前的电视就是一个先程的例子 我知道有人会反对我对电视的评语 而说 法师 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呢 你真是个老古董啊 你太赶不上时代了 虽然如此 我还是认为电视的人的生活确实构成了威胁 你可知道 它简直就是一个使人魔 看看现在的孩子吧 他们不做功课 只会坐在电视机前面 眼睛扒着荧幕 任由电视把他们的精气神一点一点的吸光 榨干 那电视到底教了孩子们什么呢 就是一切你所能想得出的各种奇怪而颠倒的心境 他们很少从电视上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反而是对那一些邪恶有害的东西以教辩慧 这样一来 不出多久 他们就会学遍一切人所能干得出来的坏事了 在电视尚未发明以前 这个使人魔是收音机 它也会吸干人的精气声 在收音机流行的时代 人的耳朵老是粘着收音机 把什么都忘了 忘了吃 忘了睡 忘了日常生活的一切事情 现在电视也把我们迷到不知何去何从的地步了 接着电视而来的是电脑 中文说它是电脑 那么以后应该还会有电眼 电耳 电舌头 电鼻子 电身体 无论是这六种器官中的哪一个 都可以随我们的意思给魔造出来 再通上电就成了 从此 眼 耳 鼻 舌 身 意都将电脑化 甚至联谊也会和万事通电脑及银行搭上线 这是个当人的好时期吗 绝对不是 这正是人类史上的黑暗时期 生在这个愚痴的时代 人的智慧都给物质偷走了 没有一个人真正称得上有智慧 因为我们的自信光明全被物质蒙蔽了 一旦我们以物质代替智慧 人将变得呆至迟钝 像白痴一样 那个时代 智慧不见了 人都不做有益的事 你们要切记我说的 将来的人会退化成废物 你们说这个问题严不严重 你们再注意看 过不了多久 人将会变得毫无用处 举例来说 现在正有一般人在那里绞尽脑汁 先发明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之前人玩的是 把人的遗传基因移植到动物体 和把动物基因移植到人身上 这种基因互换的把戏 你要说那个东西是个人吗 那不是真正的人 你要说那它是动物吗 它也不是真正的动物 于是在人与动物基因 互相交流的情况下 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突变种 按照目前这个时代 人一出生很可能就长了鸡脚 或是长长的象鼻子 依我看 人要是长了像大象一样的长鼻子 简直就是怪物 哪还算是人 可是现在这些畸形和突变 都有可能发生 再说 今天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 难以控制的局面 接下来的200年 电话之类的东西会全部被淘汰掉 电视和电脑自然也会消失不见 因为那时候 连累的身体会自动配备这些机具 和它的功能 若想跟某人联络 不需要拨电话 活动任何按键 只需要从装在自己体内的电话机 把对方的号码发射出去 连有同样配备的对方 就会收到这通电话 你看 比起电话 这方便多了 关于这一点 有人可能会这么想 法师 你所说的 简直像天方夜谭嘛 那好 我问你 你可想过 要是500年前 你对人说 未来500年内 就会发明飞机 电视 收音机 等等 会有多少人相信 大家不当你是疯子猜怪 可是现在 这些东西多么普遍 到处都看得见 为什么一开始 我就提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该知道 科学的进步和物质的便利 对人来说 其实并不是好处 是有漏的 不究竟的 唯有智慧 才能究竟圆满地 利益整个世界 以道德 作为前导的思想和意念 才会对所有的人 有益而无害 明白了这些道理 我们就要学会 接受自己 不要再自我折磨了 问问自己 能接受自己吗 人们因为不能接受 自己的生命层次而修炼 又因为修炼 而不能接受自己的现实状况 在圈里面团团转 什么时候才能出头 要认识到 虽然自己有心修佛学道 但不是以蹴而就的 是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 这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保持观照觉知 就是最大的功德 适当地引导自己 所无能为力控制的部分 慢慢引导走向善行善念 但一些失去控制的部分 要勇于自我接受 不要带着内疚感修炼 只要内心坚定不移 自然能有一天 所有的低级趣味和红尘欲乐 会自然离开 如同小孩不再痴迷于玩具 根本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 只需要无谓的关照 可是人们总不愿意相信 修炼难道那么简单 人们往往想要做点什么 假扮成熟 假扮老练 假扮权威 在世俗的颠倒想中 就是我做的越多 我付出越多 我就是越有成就的人 这种念头会维护这个世界的运转 因为有那么多人 会无私地燃烧自己的身心性命 去推动世界的运转 但最后死亡也会毫不客气 带走这些自以为是的英雄好汉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